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大家好 我是七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关于镜头的自动对话系统 一部分厂家会标注 USM Nano USM STM HSM DSM MSC USD RXD VXD 等等 而且有的厂商可能就只字不提 比如说尼康和索尼 貌似就没有在型号上直接标注的一个习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对话机构 这些对话驱动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 手动镜头里面的对话机构 对话机构大致上可以礼结成一个有螺纹的套筒 那么在拧动对焦环的过程中 就会驱动镜片做一个前后的运动 环形超伸步马达就是嵌套在对焦环和内部结构之间的 可以在自动对话模式下实现拧动对话环 直接驱动镜片的运动达到实时的MAF的微调的功能 特别是针对老的单反相机 没有眼部识别 没有智能的一些识别功能 那在拍摄人像时焦点对到鼻子 而不是眼睛上的时候可以实现MAF的微调 这样结构的优点就是速度比较快 驱动力强静音并且有很好的操控性 但是早期的环形超伸步马达也普遍存在容易老化的问题 不过也是目前顶级镜头普遍在使用那种形式 例如价能的环形USM 腾龙的USD 适马的HSM 尼康的SWM 索尼的SSM和SAM 还有一部分厂家在早期设计自动镜头的时候 走了比较直觉的路线 那就是让负责自动对焦的相机通过一根传动中来驱动镜头里的齿轮 从而驱动镜头的对焦 这样大幅度降低镜头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焦噪音的问题 并且镜头和机身上必须增加AF和MF的开关 起到一个离合器的作用 防止在手动对摇时镜头和相机内的齿轮因为外力受到损伤 随着电子化的浪潮和微信电机的应用 基于这样齿轮的结构就诞生了内置马达的齿轮对焦机构 早期很多方案没有使用步进电机 加上齿轮精度也比较低 就给大家留下了很粗糙的印象 优点就是速度快且动力大 自动对焦时就像一个无头苍蝇 高速的前后冲刺 因此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噪音 还有可能导致拉风向的问题被放大 只是在早期的低端镜头里出现过 没有特定的命名 并且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 在这之后集成度更高的步进电机 也就是STM马达的应用 极大的缓解了横冲直撞的问题 也更加容易实现一步到位的对焦体验 为了在这个结构上实现实时的MF功能 并且阻断对焦环给齿轮和电机带来的可能损害 电子对焦环的概念开始诞生 也就是在对焦环里加上传感器 通过电信号控制对焦机构 带来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那就是手动对焦的时候会出现不跟手的情况 因为本质上机械连接已经被切断了 并且因为还保留了齿轮 也没有彻底的改善噪音的问题 普遍用于小型的定调镜头的设计之中 例如佳能的齿轮STM和腾龙的OSD 为了改善齿轮的噪音和精度问题 线性运动专家罗杆这个时候 终于加入到镜头之中 罗杆在机械结构中的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在各种需要精准控制的线性运动中 精密机床的加工中都有广泛的实用 到了这个时候终于实现了 罗杆与布镜电机在镜头内的合体 正是罗杆的加入 对焦机构的设计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 罗杆大多数缺动的是镜头组中的一个镜片 让内对焦结构更加容易实现 相对于把前后运动的镜组包起来 体积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 优点就是静音精准和比较迅速 对于视频的拍摄自动对焦的过程 得到了很大的优化 缺点就是无法手动直驱 只能电子的进行实施的MF 好在进入了无反时代 这个功能的需求也有所下降 目前普遍采用于中高端的镜头中 例如佳能的罗杆STM 腾龙的RXD 2084的MSC 永诺的DSM 还有一种罗杆加布镜电机 线性运动的Plus版本 那就是超声波线性马达 在保持了小体积的同时 可以带来更高的速度 同时也保证了静音的对焦体验 目前主要采用在高端镜头中 例如佳能的Nano USM 和腾龙的VXT 以上就是几种主流的对焦机构的特点 但是基于同样的结构原理 采用不同的材料和设计 自然也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反转 就好像再好的齿轮STM 不会比罗杆STM更加安静一样 纵使对焦机构有那么多种形式 对焦操控的核心还是相机 镜头的对焦机构就好像是一辆汽车 相机就好像是里面的司机 开成什么样的效果 是二者相辅相成的结果 而不是一个部分单独就能决定的 除了这个视频 你可以在我的主页 找到更多不同的相机 镜头以及摄影器材的测评 还有更多摄影与视频入门 我是能拍护车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哟 对焦操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